来,咱们接着来上课 大家注意一下,从现在开始就是你们接着要敲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新创建一个项目 我点击项目,新建 还要注意一个东西,你看我在这儿是否能查看所有的 刚刚我是否启动了两个 没有问题,来把这个关掉它 我在这儿,项目,新建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我还是找到刚刚这个本件 来,确定进来 现在是不是要一个APPID啊 那这样的话,我去这边去把这个logo来 OK,放进来 注意,现在如果说自己写的话,就把它取消掉 取消掉,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点击一个 确定 这样是不是让我整一个名字啊 让我整一个名字的话,我们就来个 迷你 然后呢,叫它个program study 确定 OK 你看,我当前这个新创建的项目 先看这儿,只有一个配置文件 而也没有什么页面了 下面呢,也给你报了一对错 如果说你自己去创建一个项目 你看啊,你说我上来现在要去创建什么文件了 对 APP,APP哪个文件 GS啊,我先去创建一个样式文件啊 你上来第一步,是不是应该先去注册小哲学啊 所以呢,我们应该先去创建一个叫APP.GS的文件 来,教大家怎么去创建 注意看,这儿是不是有个加号呀 点击一下这个加号 这儿有很多可选的东西 那现在里面创建的是GS文件 那我就点它 它让你起个名字,那肯定是叫APP了 上来二号不多说,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个东西写上 里面是不是传一个配置对象进去 那么在这儿我们是用来去干嘛呢 注册 干嘛 小程序 没有问题 来,我Ctrl S保存一下 大家自己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问题 你看控制台这儿是不是有个报错呀 那它说什么 为找到 一看这个说明 我们是不是少个接色文件 来,走你 再去创建一个 注意 选中这个接色文件 是不是还是APP 我现在创建了这个接色文件 然后你看到控制台 报错不一样了 Expecting是什么意思 期望 也就是我这个接色文件 期望是这一堆东西 但是呢 你没有给到 注意看这什么飘红啊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只需要写它就好了 首先不飘红了 我再Ctrl S 又报另外一个错误 看 APPR阶层中 未定义 Pages Pages干嘛呢 还记得不 它里面什么写页面 弄近的呀 来,那我们去写一个 Pages 对应的是一个 数组 为什么是数组的 我还有可能有多个页面啊 没有问题 把这个写好了以后 我里面是不是需要个页面路径啊 你现在是不是少页面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创建页面 首先习惯来说 我应该先去创建文件夹 去管理这些页面 注意 在这儿文件夹就叫 目录 那在这儿呢 我给它起个名字叫 Pages 然后下边创建页面的话 也不要直接在下边创建 你应该是一个文件夹 去管理一个页面 那样的话结构清新一点 所以呢 我会再去在它的下面 去创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啊 之前有的同学又在这儿 他是先雪中了一下这个 然后呢又在这儿去点添加 注意 我在这儿去创建的目录 都是根目录下面的东西 懂吗 然后我需要在这个Pages 下面创建文件夹怎么办 雪中它 右键 这儿是不是也有个新键啊 你会发现这个开发工具 这儿少了点东西啊 有没有发现我上面这儿看不到了 反正能够到它 就将就这用吧 这儿呢 我叫它EGNX OK 本件夹有了 来 我现在要创建页面了 有一种比较解决的方式啊 可能有的同学上来是 一个一个EGNX去创建 结构 样式 行为 JASON 但是呢 它给我们提供一种方式 这样有个东西叫配件 注意 它就是页面的意思 注意看 我点中这个 我的页面的名字 也叫它EGNX 我回车 这四个文件 齐活吗 都有 那这四个文件 我们上来 上来 大家就能看到 这儿是不是有窗口颜色 有页面的内网 刚刚的报错也没有了 注意看 我刚刚这儿故意没写东西 你会发现 当我一创建页面 一回车那一下 它自动的把我页面的路径 什么放进来了 而有了页面路径 小程序应用 它会自动的去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去找 然后给你写示 对应的页面 OK 那我们来看 这个结构里面 这不就是一个text吗 那这个东西 其实我不说 大家应该也能懂 它里面主要放什么 什么放文本内容 你会发现 这儿的内容 什么正好跟我页面的是一样的 我可以去改一下它 你看 我前面加点东西 随便加 contra se保存 注意 这边什么就编译了呀 这边编译了 OK 那这是我们基本的个页面有的 来 我们先去做一些操作 我呢 去把这个 这儿把所有都关掉它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页面 是这个页面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应该先去把窗口的颜色 以及窗口的文字 是不给人家设计好 那设计这些东西呢 你就得去在 Json的文件里面去配置了 Json的文件去配置了 注意啊 这个时候有一个你们需要去分析的东西 Apps.Json 这是什么全局的配置 而页面里边 是不是也有个接色文件 那这就叫什么 页面的配置 那这里边的配置 是不是只能给它用啊 全局的配置呢 所有的页面都可以用 那这个时候 你们以后拿到一个项目需求 不要着急去写 你去分析它 你看着啊 这是我的第一个节面 我一切换 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窗口颜色变了 对吧 我再切换一个页面 窗口颜色变了吗 没变 那我切换到电影频道 窗口颜色变了吗 没有 说明啥 说明当前这个小晨星应用 除了第一个页面 窗口颜色不一样 其他什么都一样 那那些窗口颜色 我问你 我还需要分别 在他们页面里面去配置吗 不需要 你什么放到全局里面就行 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全局配置 这个地方呢 有点挤啊 这不是咱的全局配置吗 那接下来我要配置窗口颜色 来 教大家怎么去找 从这开始 我会讲的慢一点啊 OK 先放到浏览器 这不全局配置吗 注意看 你们以后看什么东西 看到这个 这是参考的一些案例 视力 下面都有一些说明 刚刚这个PX是干嘛的 页面路径的一个列表 而下面这有个Windows 往右侧看 全局默认窗口的表现 那注意看它是个链接 也就是意味着 我可以点进去 来 我们点过来看一下 哎 这好问一下呢 我刚刚那个怎么跳的 你们觉得用什么可以实现啊 很好 毛链接吧 毛点 来 那过来 我们来看 窗口都有哪些配置 这一长处我就不读了 直接看这 背景颜色 对吧 其实我们刚刚也是过 来 我们来配置一个 注意 首先它最外层 是不是一个是 Windows啊 在这儿呢 是个对象 那现在我们要配置这个东西 叫它的背景颜色 来吧 整到全屏吧 后边要更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的话呢 你们可以拿取色器也行 是拿那个取色器大家有吧 可能你们跟我们都不一样啊 有一个用的就行 都行 来 其实就这个颜色 我把这个颜色拿走 那这个颜色呢 我要设置到哪了 放到这儿 Ctrl S1保存 首先背景颜色 是否换过来了 OK 第二步 配置什么样 这是什么 没有文字啊 没有文字 怎么配 不用想 去找官网 哪个呢 是不是这个 后边也写的一清二楚 OK 来 我们把这个配置 也给它拿过来 那接下来 在这儿里面 我们叫它 Welcome Ctrl S保存 这个文字是不是上来了 还有一个 其实我们可能要用到 叫什么 导航栏的标题颜色 Navigation Bar Tex Style 但是要看这儿 这个是限量版的 也说它只有两个颜色 来 我们可以去测一下 是不是这样 注意 我刚刚没有配置 它默认是不是 一个白色 那也就是 现在你想换的话 只能换成这个了 Ctrl S保存一下 我看 是不是黑色 也特别说我喜欢红色 也特别说Pink 是吧 小飞老师带过来 现在上位我前段的老师 都喜欢粉色 来 那这个如果是用其他颜色的话 那这个呢 我们只能用什么了 Black OK 那这样的话 窗口的配置呢 我们就整的差不多了 注意 现在我是不是在全局配置的 那当前页面为什么有 是因为它用了全局的配置 那再往下 来 我们去整一下 当前的页面吧 首先我自己写的话 我上来肯定不用它的示例 咱们是不是写自己的结构 那这个时候呢 给大家去讲一个组件 点过来 先来看第一个 这个组件呢 叫视同容器 可能你们看这还不太好理解 我直接说一下 这个像我们写结构里面的DIV一样 它没有任何的含义 就是用来布局的 所以呢 我们上来通常会去写一个 在这里面我们去写我们的内容 什么时候用到不用呢 你要写的内容 它是一块一块的 对 你就可以包一个它 那在这个里面写啥 我们得看这边 来 我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打开 我把这个也打开 往这边拉一点 首先大家看 这是不是有个图片 有一行文本 下面看上去有一个按钮 对吧 那这些呢 我就不想 我先把这个模拟器给它关掉 空间大一点 在这儿呢 我直接就说了 图片的话 用以为这 这好理解吧 是SRC 那下面这儿 还有个本本 那就是Text Text用来写文本 比如哈喽 小人讯吧 再往下 注意啊 在这儿 其实我不是用的是一个Button 我用的是 就是普通的 你比如说 我先给它包一下 这是个不用 在这个下面呢 我给了它一个什么 文本 叫Text 这儿呢 叫开启小程序 来 直履 外边的边框 其实就是拿这个容器设置 OK 那写完这儿 我们这儿是不是差图片了呀 注意在这儿 你是没有办法 把自己放图片的 你想 有图片 想把自己放 你得在你的硬盘里面去放 那这个时候呢 我打开我的项目 打开这个小程序相关资料 大家看 这是什么 里面就是 先不要管里面的东西 你复制一份 拿到你当前的项目 里面呢 有很多的图片 咱们用什么 我带大家去找什么就行 当我在硬盘里面 放入图片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到小程序这儿 看一下 这儿是不进来了 现在我们随便去找一张 我要找这张图 我要找这张图 OK 那怎么找呢 在这儿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推荐的是 在小程序里面 你去找东西 用绝对路径去找 好一点 当然了 有时候 它不让你用绝对路径的时候 你只能有相对路径 小程序内容本来就不多 用绝对路径的话 方便 也能保证我们找的是对的 绝对路径什么意思 它的出发点 什么在根目录 根目录下的 images 下缘 index 下缘的 cart.gpt 这是index 写完了以后 contra s 保存一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写完了 长什么样 这不有了吗 有了 现在我们差的是什么 差的是样式了吧 那写样式的话 我的喜欢是什么 先给他们去添加类 而且这个最好是统一 class 你比如说这个是index界面 我最外边 那我就叫它container index container 那这个是index里面的这个用户头像 我们可以叫它 维卡 阿凡达 其实又叫用户头 又叫头像嘛 OK 那这个呢 是什么 hello 其实后边跟的是 用户的名字 再往下 这个是开启小程序 那我们class叫它go 比方叫gogo study吧 OK 类名设置完了 你就可以写对应的样式 那这个时候 我打开index点这个样式文件 首先第一步 我可以点直接去找那个index container 这是什么外边的容器 上来我去做一件事情 display flex 为什么要让它变成伸缩核模型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这个不就三件布局吗 纵向的吧 而且是个居中的 用flex的话 很容易去搞定它 OK 来到我们的界面 首先它是纵向布局的 那我能用温认的吗 你是不是要修改它那个主轴的方向 叫flex direction 叫color COLU 是它吧 CtrlS 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不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然后是不居中的呀 那怎么办 align i-terms center 这个居中吗 让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如果是大家忘了的话 把这个结起来 CtrlS来保存一下 是不是来到中间了 那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去设置一些东西 你不要设置那个avita 叫用户头像 那来个宽 宽是多少呢 教大家怎么去拿控制台去看 相信也会 这不有个雪中吗 点击一下这个 移上来 多大 100乘100 那这个时候我要说一下 你们在控制台去看到页面的大小是CSS像素级别的 对吧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用Rpx去开发 注意现在是100乘100px 我想问一下他 那我在这应该怎么去设 我的单位肯定是他 前面放多少 还是100乘100 多少 是吧200 没理解吗 来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CtrlS保存一下 对的吧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语言角 这个知道吧 Border Radius 它是整个都是一个语言 那怎么办 是不是取一半 走 OK 这不就出来了吗 然后上下有一个编剧 所以那这儿呢我就直接写了 因为其实这些样式也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就随意发挥了 一百 我们来个一百吧 Rpx 上下 一百Rpx 左右为零 CtrlS 这怎么上下有点距离啊 那么接下来再整一个这个UerName的 点 User 这个大写 那在这儿呢 我们要设置一个东西叫FrontSide32 比如说来个Rpx 那字体加粗会吧 FrontWid 那在这儿呢 有一道最基本的一个那个比试题啊 就是说字体加粗的话 都有哪些值啊 Bond 这个知道吧 然后还有什么 其实更多的是吧 那些数字啊 一百两百 一十到几百 九百 是吧 好 我问一下哪个是 就数字的话 哪个最粗 加粗 程度最重 这他们加粗的程度肯定不一样吧 哪个用上去 自己最粗呢 最起码这一到九 你说哪个最大 九百最大 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我问一下你 我如我设个九百的话 肯定要比你设个三百要大 要粗 但是我问你 我假如说我设个两百 我这个自己是变粗了 还是变细了 相对于原来的基础 变粗了变细了 变细了 那我写多少是正好不变的 哎 很好 四百的话 什么相当于还是原来的自己 大家 四百朝上是开始加粗 其实四百往下的话 是吧 变细了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 大家要知道的 我用它吧 这不加粗了吗 然后我们来一个market 那在这儿呢 也来一个吧 一百rpx 就上下推一下的 下面这儿 这个开启小程序之旅 这个 大家看我这儿这个类 我是不给它外面的容器了呀 OK 那在这一块 点一个go study 那首先我在这儿 我去设置一下 它的字体 应该是二十八rpx 然后呢 它是不是有个边框 包到一rpx 然后solid 我们来个紧套999 当然了边框有跃脚的话 也能来一个 比如来个十rpx 因为这个就带点弧度嘛 我们应该设个什么样 YS 比如说来个两百rpx 来一个高度 八十rpx 差不多吧 宽度再稍微大一点 两百二 那现在让字体水平垂直居中 首先水平居中 tax online呢 对 center 那垂直呢 很好 我是不是可以设置航高啊 让它为八十 这不就出来了吗 但是还差点意思 差个什么东西呢 我这个外边是不是有个整体的背景颜色 现在问题来了 你说给谁去加 可能有的上来是不是说给最外面的容器加不就行了吧 那我们来整个 back ground 那这个呢 我直接去全局里边什么拿一下这个颜色就行了 是不是就是它 ok 拿过来 夸传S我们来看一下 少了 我要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少了 对 你没有指定固定的宽高 而它这个伸缩和膜隐身被我内容撑开了吧 所以就到这儿是正常的 但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能交给用户的呀 太丑了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我再演示一遍啊 你把调试器打开 我们想要看它的结构 看哪个选项呢 这儿有个微信mail 对的什么 它的结构啊 来 咱们来点击一下 这个 这个时候 你再看一下我之前写的 我的最外层是吧 就是一个微用 看这儿 它会自动的什么给你页面的最外边 又加了一个组件标签 叫配件 这个配件是最外边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利用它呢 首先我是不能通过标签 首先的形式 我去学中它 通过标签的形式 对的吧 首先我能不能指定它的高度 我让它为百分百 其实我应该把这个给了它就完了嘛 对的吧 走 这不就出来了吗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页面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布局 来 我呢 先把这个视频 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视频